江西南昌海昏侯墓的考古发现备受关注 种种证据锁定 墓主人是西汉第一代海昏侯刘鹤 历经五年考古发掘 考古工作者究竟发现了哪些证据 一步步揭开了墓主人身份之谜 海昏侯刘鹤的墓中超越规制 陪葬了大量诸侯王的东西 他的身份究竟有何特殊 海昏侯墓的发掘 让人们再次把目光聚焦到 这个颇有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身上 两千多年前 十九岁的昌义王刘鹤 为何被突然选为皇位继承人 当时的西汉王朝 又发生了一场怎样的政治风暴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马永莹 为您解读系列节目 海昏侯刘鹤第一集 这个墓主人很特殊 观众朋友 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这前一段时间 文化方面是比较热的新闻 应该就是江西南昌海昏侯墓的发掘 这座墓是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工作者 历史五年发掘的 这座墓里边出土的陪葬品实在是令人震惊 有闪闪发光的金笔 精美的铜器 铁器 玉器 漆木器 等等等等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 这墓里边还发现了470多件金器 这可是目前西汉考古工作中 发现金器最多的一座墓葬 在江西南昌城北大约60公里的这个地方 全国媒体高度关注的海昏侯墓 已经进入到了发掘的最后阶段 主观的外侧裹板已经揭开 只剩下了内观的最后发掘 那么在还没有直接证据出现的时候 专家们当时为什么会推测 这座出土了众多精美文物墓葬的墓主人 会是刘鹤呢 现在有些证据 有些证据 就是包括所有的出土文物 它包括它的时代 都指向了第一代海昏侯刘鹤 但是呢 我们正在寻找更为直接的证据 更为直接证据 有可能在内观之中 你比如海昏侯的印 他个人的私印 还有其他的墓殊提计 直接标志他个人身份的证据 将在内观之内 我们得到最后破解 这座墓葬里边出土的文物 不但震惊了考古界 更是举国关注 那么它到底是怎么被发现的 在这座墓葬的发掘过程中 我曾经专门去参观学习过 与考古队的队长呢 杨军研究员就谈起过这个事 他回忆说 那是在2011年3月23日下午 他接到所长的电话 说是有新建区的老百姓 报告说是发现了稻洞 希望他呢 能去看一下 听到发现稻洞的地方 是新建区大唐平乡 郭敦山的时候 他一下子就警觉起来了 因为他以前做过 这个地区的文物普查工作 对此地的文物分布情况呢 很是了解 他就一直怀疑 那里啊 可能有一座高级别的旱墓 当时我来处理稻墓这个事情 所以我发现了 这个地方这个 这么大的风土 等级有这么高 可以说 因为他的果木被盗墓贼 已经从盗洞里面 抛出来了一部分 我看到那么宽的 那么厚的果木 又有白胶泥和木炭 当时就是认为 这个是一个高等级的木杖 当时盗墓贼 已经从主木风土往下 打出了一个深达 14.8米的盗洞 而且是直达主木室底部 的中心位置 如果再晚一天发现 这座古墓葬很可能会遭到洗劫 因为地处偏僻 为了保护这座珍贵的古墓葬 不再被盗扰 国家文物局批准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对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 并抽调国内相关领域的顶级专家 组成专家组现场指导 但主墓市直到2014年12月 才正式开始发掘 在此期间 考古工作者对墓葬周边区域 开展了大面积的考古勘探调查 那么墓主人的身份之谜 是如何一步步被揭开的呢 我们查了当有关的史料 和当地的地方制的记载 我们就发现在西汉的时候 在今天江西南昌新建这个地方 最有名的人文献上记载的 也就是海昏侯 起码根据文献 我们第一步可以推测 在我们江西南昌 应该有一个西汉的大型的墓园 这个墓园里埋的是 西汉的鸡带海昏侯 第二个的是 我们在通过调查勘探 我们发现这个墓葬呢 从考古学的地层关系 它是一个西汉的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我们的认识 再往前推一步 它是个西汉的大型墓葬 这个墓呢四十几米长 然后呢 它的墓室的面积呢 四百多 根据我们以前发掘过的类似墓呢 它应该是一个 大概是列侯级的 第三步我们就把它推到 这是一个西汉的 列侯级的大墓 根据文献记载 在发现墓葬的南昌市新建区 最有名的就是西汉中企 从昌义被封到此地的海昏侯家族 这个侯啊 当时也叫列侯 他在西汉的时候 是一个什么地位呢 汉代贵族啊 除了皇帝 最尊贵的就是诸侯王了 但诸侯王可不是一般臣民 可以封赏的 汉初的时候啊 汉高祖刘邦 消灭了楚王韩信 梁王彭越等等 这些因军功被封的 异姓诸侯王之后 为了巩固汉室江山 就立下了一个 非刘氏不得封王的规矩 因此呢 除了刘氏子孙呢 一般臣民是不能封王的 那么针对臣民的爵位 有二十个等级 最高的呢 就是列侯 专属于刘氏子孙的诸侯王国 在汉初的时候都很大 有的呢 下辖好几个郡 西汉中期以后啊 诸侯王国的辖区 逐渐就变小了 大多只有一个郡 郡呢 是当时最高的地方行政机关 相当于咱们现在的一个省 列侯的封国呢 相当于一个县 当然 他们所封的名户啊 有多有少 多的呢 有几万户 少的呢 只有几百户 但级别却是一样的 都是县一级的 这个西汉前期的时候 诸侯王和列侯的权力都很大 他们呢 都可以任命除了个别的主要官员之外的 其他封国中的官吏 参与管理封国的行政事务 汉景帝汉武帝父子实行削藩政策以后 诸侯王和列侯的行政权就被取消了 他们只能收取封国内名户的租税而已 这个换句话说 封国对他们而言只有经济力 没有政治权益 考古勘探发现 海昏侯墓不是一个孤立的墓葬 而是一个具有完备设施的西汉大型墓园 它的周围还有几座类似的墓园 以及几百座同时期的中小型墓葬 专家们推测 这个地方应该是当时海昏侯国的墓葬区所在 那么这座墓中的牌葬品能否进一步提供墓主人的身份信息呢 整个的墓葬的规格是列侯的规格 但是隋葬品的规格远远的超过了列侯身份 从现在来看呢 它两重观 外观和内观 现在我们已经把外观的观盖打开了 现在这个是内观的观盖 尽管它是两重观 但是它从它隋葬品来看 它的丰富程度显示了墓主高贵的地位 从2014年12月 主墓室外围回廊开始发掘以来 海昏侯墓出土的陪葬品不断给人们带来惊喜 也不断刷新着中国的考古记录 2015年11月14日 主果室正式开始发掘 出土了会有孔子画像的屏风 金银器 玉器等难得一见的珍贵文物 到目前为止 海昏侯墓供出土文物一万多件 不仅数量众多 而且质量之高 更是令人瞠目结识 尤其是墓中出土的各种金器 数量多达478件 重量达115公斤 特别是发现了珍贵的马蹄金 和磷纸金70多枚 这些陪葬品 愈发证明了墓主人身份的特殊 在马蹄金上面 它相信的是琉璃 琉璃一般是在民间是 被认为是比金还贵 它琉璃的技术 不管它是从西方传过来的 还是我们从西周 已经掌握了这个技术 但是这种技术 一直是掌握在黄世上 它没有外传的 所以说 它能够出现 像琉璃的马蹄金 它证明这个墓主 一定是黄世成员 西汉时期 有两种基本货币 一种是大家熟悉的铜钱 另一种就是黄金 当时把铜钱就叫做下币 把黄金叫上币 可见 这个黄金在当时更为珍贵 黄金也确实主要在上层社会流动 比如 诸侯们每年在黄帝祭祀祖先的时候 都要给黄帝上供黄金 来帮助黄帝祭祀 有时候 黄帝也用黄金来赏赐功臣和诸侯王等等 马蹄金和铃纸金 因为造型近似马蹄和传说中的麒麟的脚趾而得名 根据文献记载 汉武帝曾经专门下令铸造马蹄金 铃纸金 赏赐给诸侯王 从这座墓的陪葬品的等级来看 这个应该是一座诸侯王的墓 可西汉中期只有海昏侯封在这儿 可问题是一个猎猴 怎么会陪葬了那么多的诸侯王才会有的马蹄金 铃纸金呢 除了马蹄金 铃纸金之外 海昏侯墓内还出土了精美的玉器 这些玉器在质地和工艺制作上都代表了汉玉的最高水平 在汉代秉守理智的形态下 佩饰玉是身份和财富的象征 玉佩饰越精美 代表着其主人身份越高贵 而在墓中发现的三堵乐器 更是诸侯王才能使用的 它的乐器库 也是表现它生前生活的一个场景 它主要是出了两套边宗 一套边庆 得从这个打击乐器来说 它应该是属于三堵 皇帝使用四堵 应该是属于诸侯王一起 按照周礼中的这个礼乐制度 四堵为帝 三堵为王 这个意思就是说 天子或者皇帝使用四堵的乐器 诸侯王使用三堵乐器 根据史书记载 只有第一代海昏侯刘鹤曾经具有王的身份 刘鹤是汉武帝的儿子 昌义王刘伯的儿子 公元前88年 昌义王刘伯病死以后 年仅五岁的刘鹤就继承王位 他一共当了15年的昌义王 这些个带有明确等级信息的乐器 似乎也只有与曾经是昌义王的刘鹤的身份相符 接下来的几个关键证据 则从年代上将牧主人直接指向了 第一代海昏侯刘鹤 2015年3月 考古工作者在清理主墓市北回廊时 发现了超过十吨重的五珠钱 大约有二百万枚 这些堆积如山的钱堆 俨然就是一个地下金库 我们清理这堆钱 时间是非常长的 是我们有的队员提前就说了 尝试了数钱数的手抽筋的那种感觉 大约出土了二百万枚五珠钱 这些五珠钱我仔细地核对过 大概三个时期 一个是标准的五地时期的五珠钱 另外一种是标准的宣地时期的五珠钱 还有介于二者之间的我怀疑是昭地时期 没有再宛于圈地 这就把这个墓的时代 大体划定在宣地时期 而这个宣地时期正是刘鹤的死亡年代 除了发现的五珠钱 可以证明墓葬年代之外 还有一些出土的文物上 更是带有昌义这样的文字 这就说明啊 这些原本就是昌义王的用具 出土的文物当中 大量的昌义九年 昌义二年 昌义三年 昌义十一年 大量的期计上边 大量的提计 另外有些铜器上边 也有大量的昌义王的东西 说明了就是墓主人和昌义国的关系 昌义诸侯国的关系 所以各种证据 都指向了第一代海昏侯刘鹤 除了一些间接证据之外 海昏侯木还出土了带有刘鹤文字的证据 这是海昏侯木出土的两枚金饼 在这两枚金饼上有几行文字 专家们已经得知 上面的文字包括 南藩海昏侯陈鹤 元康 昌黄金一金 元康是汉宣帝使用过的一个年号 元康时期正是刘鹤生活的年代 这几枚简读是海昏侯刘鹤和海昏侯夫人 给皇帝和皇太后上奏的奏章副本 上面也清楚的可以看到陈鹤的文字 与他们一起出土的剪读上 同样有元康三年和元康四年的文字 这些信息已经把牧主人直接指向了刘鹤 2016年3月2日 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新闻发布会 在首都博物馆召开 国家文物局海昏侯墓考古专家组组长 信立祥揭晓了牧主人的身份 考古发现证明 南昌西汉海昏侯墓 主墓 墓主人既为西汉第一代海昏侯刘鹤 刘鹤墓园 结构之完整 布局之清晰 保存之完好 为其今所罕见 对于研究西汉列侯墓园的原请制度具有重大意义 2016年1月15日 海昏侯墓主棺安全套箱提取进实验室之后 有关牧主人身份信息最直接的证据有了结果 考古工作者打开内棺棺盖之后 在棺内以海腰部的位置发现了一枚玉印 上面写着两个字 刘鹤 有关牧主人身份的推测成为事实 证据确凿地表明 牧主人就是西汉第一代海昏侯 刘鹤 刘鹤可以说是一个已经隐没在历史尘埋之中 不被后世关注的历史人物 两千多年以后的今天 海昏侯墓的发掘 让人们再次把目光聚焦到了这个颇有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身上 从刘鹤历废事件的背后 我们可以对汉昭帝和汉宣帝时期 西汉复杂的政治局势做出怎样的解读呢 当时的封建帝国制度又发生了哪些变化 西汉王朝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在王朝两百多年的历史上 当过二十七天皇帝的刘鹤只是一个匆匆过客 刘邦建立汉王朝之后 经过几十年的修养生息 迎来了汉文帝和汉景帝开创的文景之志 到汉武帝时期 国力强盛 王朝出现了封建大一统的鼎盛局面 继承汉武帝皇位的是他的小儿子汉昭帝 可汉昭帝英年早逝没有儿子 朝中大臣一致推举汉昭帝的兄长 广陵王刘虚为皇位继承人 但全臣霍光却厉害众议 坚持要盈利汉昭帝的侄子 昌义王刘鹤进京继承大统 那么霍光为什么会选刘鹤 作为皇位继承人 刘鹤又有着怎样的绅士背景呢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马永莹 继续为您解读 系列节目 海昏侯刘鹤第一集 这个牧主人很特殊 刘鹤是在西汉第六位皇帝 汉昭帝死后当的皇帝 这论辈分 他算是汉昭帝的侄子 从与皇帝的血缘关系来讲 怎么着也轮不到他当这个皇帝 可是问题是 汉昭帝非常短命 只活了21岁就暴病身亡 更糟糕的是 他没有留下儿子 这下麻烦可大了 国不可一日无君 应当尽快选一个与皇帝血缘 最近的皇室成员继承皇位 当时大臣们是一致推举 广陵王刘旭 为什么选他呢 因为刘旭是汉武帝的儿子 汉昭帝的兄长 是和武帝昭帝血缘最为亲近的人 可是这个时候 有一个人是力排众议 毅然选择了当时还是昌义王的刘鹤 这个人就是大将军霍光 汉昭帝在位的12年 其实只是一个傀儡 军政大权全在这个霍光的手里 这汉昭帝一死 这下连这块招牌都没了 霍光这位汉王朝事实上的掌舵人 就不得不由后台走向了前台 因此他才会力排众议 扭转乾坤 霍光为什么不同意 立广陵盟刘旭 而又立挺刘鹤呢 我们来看看这两个人的生平就明白 刘旭是汉武帝的妃子李姬所生 在汉武帝元寿六年被封为广陵王 刘旭这个人长得是身体健壮 力气很大 而且胆量更是过人 因为有身体的资本 再加上他出身帝王家 锦衣玉石的这个成长环境 难免会形成他随心所欲 不具礼节的性格 因此呢 汉武帝很不喜欢他 根本不考虑他作为皇位的继承人 但是汉昭帝死后 汉武帝的儿子 只有他还活着 群臣们自然就想到了刘旭 但是大将军霍光考虑的可就不那么简单了 我们推测呀 他也许会想 刘旭行为不简 当年就被汉武帝排除在接班人之外了 现在要是盈利刘旭 无疑是违背了汉武帝的心愿了 于是霍光决定盈利昌义王刘鹤 原来这个刘鹤也大有来头 他的祖母居然是汉武帝宠爱的李夫人 后来这个李夫人呢 就生了一个儿子 取名叫刘伯 被汉武帝封为昌义王 这汉武帝死后啊 汉昭帝继位 大将军霍光呢 秉政 他就揣测汉武帝的意愿 追尊李夫人为孝武皇后 但这个时候啊 刘鹤的父亲昌义王刘伯已经病故了 年幼的刘鹤继承了昌义王位 我们推测 主持朝政的霍光 既然这么看重李夫人 那么也会有意无意的照顾李夫人的孙子刘鹤的 另外呢 我们还分析 霍光心里边啊 应该还有一个小九九 刘鹤当时只有十九岁 只是一个矛头小伙子 没有多少政治经验呢 再说了 按辈分他是昭帝的侄子 让他继承皇位 他就成了昭帝的儿子了 这样一来 汉昭帝的上官皇后自然就成了刘鹤的母亲 这儿子登基称帝 母亲当然就是皇太后啊 而上官皇后呢 是霍光的外孙 如果有什么差池 可以借着皇太后的名义控制刘鹤 可是这个广陵王刘旭呢 是汉昭帝的兄长 如果他继位当了皇帝 那么又该把原本是帝妹的上官皇后置于何地呢 再说了 这刘旭啊 正直壮年 而且是勇猛异常啊 如果没有了皇太后这张王牌 万一有什么不妥 刘旭就难以控制了啊 这些考虑 恐怕才是霍光舍弃广陵王刘旭 而选择昌义王刘鹤的真正原因 作为诸货王 进京诚意大途 刘鹤并不具备法定王位继承人的权威性 他的帝王之路 注定不会是一条坦途啊 那么接下来 19岁的昌义王刘鹤 如何凤凰涅槃 变成汉王朝的皇帝呢 我们明天接着讲 好 感谢您收看法律讲堂 再见 公元前74年 西汉皇帝汉昭帝突然驾崩 因汉昭帝无子 主政大臣霍光 立主昌义王刘鹤 进京继承大头 然而仅仅27天后 刘鹤的皇位就被废除 那么这27天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明天的节目里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马永盈 为您解读海昏猴刘鹤 龙鱼海美雾热